今天父親節 父親節和母親節 父親節和母親節 兩者有什麼分別? 分別大了 父親節你今天出去吃飯 應該都不用訂位 母親節你沒有早一個禮拜訂位 訂不到位 有一次有一個小朋友 被問到 父親節是什麼? 父親節和母親節一樣 不同的就是你不用花太多錢買禮物 是不是? 我想一下又好像是 我家是 在父親節你作為子女 你什麼都不做 沒事的 母親節你不做就麻煩了 是不是? 有一位爸爸告訴我 母親節前一個禮拜 他一定會提醒那些小朋友 下個禮拜母親節 記住 為什麼? 因為如果那些小朋友 忘記了母親節 母親不會對他們怎樣 那你說母親 找誰來發洩? 所以他就一提早 要跟子女說 今天父親節 今天父親節 我想跟大家來分享 一位聖經中的人物 他經常被人遺忘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太太太太出名了 聖母馬尼亞 所以 很少人 就會特別來講 約室 就是耶穌的養父 為什麼 神會選約室 作為耶穌的養父呢? 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們說到人人 作為一個父親的責任 當然 不是單單被妻子懷孕 就結束了 作為一個父親 我們更重要的責任 是怎樣去撫養孩子長大 耶穌當然我們知道 馬尼亞是從聖靈感印的 是一個神跡來的 不需要父親身體上的介入 但是在耶穌成長的過程裡面 一個父親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約室被選擇 成為耶穌的養父 神選擇馬尼亞是因為 我們有讀《路加福音》 現在在查經 記得嗎? 馬尼亞是一個怎樣的女孩? 是一個非常敬畏神的女孩 而神又為什麼選擇約室? 約室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看看聖經如何描述她 在今天的經文裡面 我可以看到她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 在十九節今天讀的經文裡面 她丈夫約室是個異人 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憂了 這個背景是什麼? 是因為約室突然間發現 她的未婚妻懷孕 在這個時候 神還未告訴她 究竟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她的未婚妻懷孕 她只知道她的未婚妻懷孕 如果你是她 你怎麼想 未婚妻剛剛有了 爸爸不知道是誰 不過有一點肯定 那個肯定不是我 那怎麼辦? 你會有什麼反應? 我們一想到這種憤怒 被出賣 這些是很正常的 甚至她可以馬上解除婚約 這些都是我們人的反應 甚至她又可以將馬利亞 交給當時的猶太會堂 因為她是猶太人 如果她這樣做的時候 馬利亞就會被公眾 審判公眾的羞辱 可能還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時的懲罰 奸淫的懲罰是用石頭扔死的 但是我們看到 約室的反應是怎樣? 雖然神還未向她啟示 為什麼她懷孕 但是她也沒有那種很苦動 或者很報復的心 當然心裡當然不舒服 所以她只是暗暗地把她優了 就是靜靜地做 不想傷害馬利亞太多 可以看到她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 不只是對馬利亞 在後來的經文對耶穌也是一樣的 對著一個都不是自己親生的小孩 她沒有那種 都不是我生的那種態度 譬如約室 她為了保護耶穌 逃避希律王 她要殺了所有的小孩 帶著耶穌去逃離她的出生地 她把耶穌當自己親生的 來養育她 我們讀路加福音的時候 還記得嗎 他們去聖殿朝拜 朝拜完之後 回到耶穌不見了 留下在聖殿那裡 我不知道大家查到那裡沒有 去到那裡的時候 馬利亞和約室非常緊張 到處去找 不單單是有愛心 約室還是一個非常信服上帝的人 她沒有只是按照自己的計劃來生活 當神向她啟示 告訴她 這個小孩是從聖靈感人的 她就讓上帝的計劃 在她自己身上來實現 神要她和馬利亞繼續結婚 那她就繼續結婚 當神要她帶著馬利亞和耶穌 走去埃及的時候 她怎樣 讓我想一想 這麼遠 我要賣了一間屋 弄好些東西 沒有 她馬上放下工作 馬上去做 好了 去到埃及了 神又要叫她 開始回來以色列 她的反應是怎樣 搬來搬去犯不犯啊 神 沒有 她就是信服 敬虔的人 是一個信服的心 這種的信服 是需要有很大的信心的 你想想 當 叫你 拿著行李 走向一個很陌生的國家 你想到的是什麼 去到那裡我生活怎樣 我住在哪裡 我找不找到工作 我要不要先去準備一下 聯絡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好像我們今天 在香港很多人 要來到澳洲移民那時候的心態 究竟這個國家是怎樣的 我那裡生活是怎樣的 很多人的擔心 這樣 若是 她沒有找藉口 去拖延或者拒絕 她是以行動來證實她的信心 就是信服 信服上帝叫她做的事 知道嗎 我們做父母的 你對神的信心和信服 是會傳遞給你的下一代 我看書的時候 我讀到一個見證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農民 他正準備收割到季節了 前幾年的收割都不太好 這個家裡已經欠了很多錢 這一次 今年的天氣非常之好 收割之後 就應該還好之前的債 和明年的生活 都應該有著落 但是就在收割前幾天 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 幾天之間 將他們那一大片的田 全部摧毀 這些都是真實的見證 當時兒子和父親 他們就坐在田裡 看著那一片被摧毀的田 全部被水浸了 而兒子呢 他就坐在那裡看著爸爸 他在等著 他在等著他爸爸 一定會發脾氣 一定會埋怨 為什麼這樣 辛辛苦苦 終於等到一年了 現在又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這一位的父親 他在那個時候 很溫柔地唱出了一首的聖詩 這首的聖詩 叫做什麼呢 叫做 The Rock of Ages 中文我們翻譯了 萬古盆石 它是基督教三大聖詩之一 哪三大呢 大家猜不猜到 還有兩首 Amazing Grace 永遠都在排第一位 還有呢 我們都會經常到唱的 How Great of A curator 沒錯 這三首 當然ridges排川 cuma每個人不同 但是這三首一定在最上級的那幾首互 這首歌的來源是一位聖工會的牧師 他在1763年寫的 當時這位牧師是一個鄉下的牧師 鄉下的牧師不像城市 因為他要去到不同的村落 因為每條村可能很少人 他要管很大的區 要去探訪或者主持崇拜 有一次他在荒野行路的時候 突然遇到很大的暴風雨 沒有地方找到妻生之所 最後他在…大家看到上面那塊石頭 中間是否有一條縫 他找到那條縫,躲在裡面 然後在裡面的經歷,那個景象被他震撼 就是這個盆石,這個大的岩石 他的堅固,那條縫可以被他藏在裡面 於是他就在身上拿了一張啤牌 把他最初的歌詞,當時的感動 寫在這張啤牌上 然後差不多在十年之後 才發表這一首的詩歌 這個內容是說什麼 就是說到 就算在暴風雨當中 神仍然都是為我們捉得住的盆石 可以保護我們的盆石 回到我讀到這個見證 就是那個兒子和父親 當這個父親在家庭裡 再一次面臨很大的打擊的時候 他看到父親唱出這首的詩歌 所以當這個兒子長大之後 他寫這本書,他來分享 他說他爸爸面對最大的困難 唱出這首的詩歌 是他人生當中 聽到最偉大的一篇的講道 他爸爸是用他的生命 他的信仰 來對他說這一篇的講道 而他的父親就是這樣 將這個信仰傳給他 我們的下一代 是看著我們的信仰長大的 你的信仰生活 不論是正面也好 負面也好 都會影響他們的一生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來反省一下 作為一個信仰的榜樣 爸爸們 甚至其實和媽媽都是一樣的 你給他們的 是一個正面的榜樣 還是一個負面的榜樣 你有沒有想過 譬如你自己個人 或者家庭面對挑戰的時候 你給你的小孩所看到的 是一個怎樣的信仰生活呢 他們所看到的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使我們的下一代 可以走在神的路上面 這個是作為父親的智慧 詩篇 一打開第一篇的 頭兩句說話是什麼 不從惡人的計謀 不讚罪人的道路 不助涉萬人的座位 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了 一個有智慧的父親 不是說你可以留下多少的財產給他們 也不是你怎樣可以培養他們 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 最出名的音樂家 最成功的商人 而是你怎樣引導你的下一代 走在一條有福的道路上面 怎樣引導 怎樣引導他們成為一個有福之人 這很清楚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在一條有福之人 這人便為有福了 父親們 媽媽我等母親節的時候再說 先說爸爸 你們在什麼時候陪伴你的孩子 一起讀聖經 一起默想 一起祈禱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你就是一個沒有智慧的父親 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是聖經說的 父親節 父親節 我們就對著所有的父親 來對說這些的話 我們是像藥室一樣 我們需要為家庭供應所需要的 但是記得 我們把錢帶回家庭去供應家庭的生活 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不是家庭所要的全部 因為耶穌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家庭一樣 家庭的需要不單只是金錢 家庭裏面更需要有一位父親的形象 來對他提供給子女學習 成為一個榜樣 一位可以陪伴小孩子 一起笑 一起哭 一起打遊戲 一起玩 還有 一起讀聖經 一起過信仰生活的父親 一位可以幫助孩子走在神的道路上的父親 所以父親的責任 遠遠不只是提供金錢 今天父親節 我們向所有的父親致敬 盼望大家我們繼續努力 承擔起神給我們作為父親 這個積分的責任 另外我們也鼓勵所有做子女 我們每個人都是別人的子女 今天也是向你的父親表達感謝的機會 感謝他對你對這個家人付出 那你要怎樣去表達 不知道 大家各有選擇 有些人會說 我父親 他都沒有盡過做父親的責任 他不值得我去尊敬 或者是紀念 這是真實的故事 一個年輕人這樣跟我說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記得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其實所有的人 我們都沒有好好地 這樣把神給我們的責任做好 如果你覺得你的父親 是沒有做好父親的責任 你心中是有怨氣的時候 父親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去原諒他 原諒別人 不是基於說我原諒他 一定要他改過才行 或者他已經答應 或者他有什麼回應 原諒別人 其實是為了釋放我們自己 釋放我們的怨恨 釋放我們的鼻菌磅 今天 如果你是有一位愛你的父親 向他去表達你的感恩 如果你覺得他不配 原諒他曾經做不到的事 如果你從小到大都沒有父親 或者是今時今日 你父親已經不在了 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一位天上的父親 不論我們地上的父親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還有一位天上的父親 一位完美的父親 一位永遠愛我們的父親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和這位父親 我們不單單在頭腦上認識他 我們在關係上 我們與耶穌基督已經聯合在一起 我們已經得著 那個做神兒女的名分 我們所認識的上帝 我們所認識的上帝 他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創造者 他不是單單要審判一切 他也是那位愛我們的父親 和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一個個人的關係 而今天呢 講到昨晚我們的無道班結束 最後一次的無道班 今天下午四點鐘的崇拜 我們有七位朋友來接受洗禮 我們感恩 接受洗禮代表了什麼 接受洗禮不是 他成為一個宗教群體的成員 一個名稱上的基督徒 不是 是他和這個永恆的上帝 建立了一個父親和孩子的關係 那不同是什麼 就是不是一個人 一個學者 他是專門研究這個家庭倫理關係的 以及對比另一個人 我是這個家庭中的一份子 那個分別 是不是 不是頭腦 不是分析 是關係 是愛 不論父親母親 當神 創造這個世界 另外建立了一個家庭制度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 在裡面 都要負起我們的責任 在當中 去享受 那個家庭的關係 以至能夠反射到 我們人和神之間的關係 所以盼望透過父親節 我們再一次去反省 我們與人與神的關係 阿們